亦都順利賣 全部馬不准备拖當四場 一場 不是四場 一場是四班 一千元直路賽 準備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點的馬 見到中度位置田園名區黃武那隻 再見到在外面保證勁也快 最出淺紫色衫大面箍 還有這隻就是巧龍 大約在第四位有龍東至尊 第五位觀仔骨骨在外面 中間有喜猛加翡翠明星自來勁 在後面加進之威 後一點才有上進心 好中意自動渡航 暫時包尾就是那隻家威力 跑了接近一半 前面保證勁佔先 外面第二位大面箍巧龍 在裡面紅眼罩第三位田園名區 第四位中間觀仔骨骨 都一直扣著 在中蕩龍東至尊騎 裡面喜猛加 後一層馬才見到家進之威 和上進心的馬 繞到最後二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 看到有田園名區壓著 保證勁已經騎得很緊要 翡翠明星在他們後面 在裡面還有觀仔骨骨 繞到最後一百多米 田園名區佔先 但是觀仔骨骨幾個節目 已經將他追過 觀仔骨骨贏了 第二名田園名區 第三名翡翠明星 第四名保證勁 上進心還有加進智慧勤雅 結果這場賽事 其實框架上就是那幾隻馬 看看能否拿到膽 結果觀仔骨骨在這裡贏出頭像 田園名區第二翡翠明星 第三名保證勁第四 最熱的三隻 七、六、十二、三 三 三都熱 六、七、十倍Q 因為最後十二、很多飛 但一直都在馬嵐後面 都出不來 應該是四大熱門 對 那隻三都7.8倍 第四熱門 七、六、十二、三 觀仔骨骨終於在這裡 打開勝利之門 真是的 好 先看這個巡邁影片 十二檔起步 觀仔骨骨 跟著哪隻馬 跟著現在看到有位 有人封鎖就好了 沒錯 報正勁走了他在前面 跟著艾滿也合理 那隻巧龍也等了在前面走 還有今天你看看翡翠明星 其實比他近兩仗跑一千 手在較為主動 他試過在這些位置 所以不是很擔心 因為這兩場都經常追不及 不如嘗試等前一點 但我覺得這隻馬 現在的路程適應都頗尷尬 一千就整天爆上來 就爆得只有一個趨勢 跑長一點又不夠人鬥 是 很尷尬 要找一些直路遷移 不過香港沒有 看看槍槍 大哥 如果沒有散開 我就坐正包廂 不過他的內側那些站 真的沒甚麼能力 結果真的可以讓他 很輕鬆地找到位置 我猜中段的時間可能會慢 是 是嗎 看看分段 加威力不頑皮 分段時間頭段13秒39 第二段21秒28 會斷22秒86